好那脚跟对不对脚跟 好然后一开始手背操脏 好啦 好注意下去的时候屁股不要掉下来 屁股不要掉下来 对对慢慢 收紧收紧屁股 对收紧屁股 就是这边是 对对收紧屁股 OK好 好 基隆市场参选人谢国良表示 根据媒体报道 基隆最近过完脸那两周 气象粉砖统计 基隆的日照时数为0.1个小时 平均一天不到26秒的阳光 而这个基隆太需要室内运动空间了 所以他力推社区型的健身中心 提倡在地的运动风气 社区型的健身中心 那这个社区型的健身中心 未来我预计在全市 在我的第一个任内 三到四年的时间 我会找大概12个到15个左右的地方 来兴建 那我个人认为 很多健身 可以更需要在地化 社区化 所以我提出了这个社区健身中心的 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那我觉得他的开放时间 大概是早上6点钟 到晚上12点钟 因为他已经盖好了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尽量的去充分利用它 让不同的年龄族群都可以来使用到这样子的健身法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早上6点钟使用的 很可能是比较早起的长辈 或者是超早起的上班族想要运动一下再去上班 不过像我个人是没办法了 我没办法一大早起来运动 我都是趁晚上下班以后运动 这个也是大部分的上班族的作息 而保持运动状况对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谢滚朗说 他亲身尽力就是运动能够帮人从悲伤走出来 继续来面对人生的考验 有时候是家人会先垮 家人会非常的疲惫跟有压力 那我自己就有一个类似的经验 那我也不会言的就跟大家分享几句 我平常不会谈太多这个细节 就是小爱刚刚确诊听损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 我觉得有点 人生感觉到有点放弃 不只是讲这个放弃 我的体重我也放弃 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爆肥 然后大概在96到100公斤左右打转 跟现在大概差12公斤这样子 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动力 去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边具体是会提供给 这个基隆市两万一千个身心障碍者的父母 让他们来免费的运动 因为后来我的状况有比较好 也就是靠运动 运动呢真的是可以把我们的压力 做一个缓解跟舒缓 如果没有运动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 可是坦白讲那时候就是走不出来 也没办法就是跨出去积极的运动 因为运动越运动越快乐越健康 身材越稳定 这个就是正向循环 越难过越疲惫越不想运动 越胖又越疲惫 这个就是一个负面的循环 那我自己以身现身说法 我自己就是过去在那个负面循环里面打转了很久 都快一百公斤这样子 很接近 也是有了 就是那只是没办法承认这个太丢脸了 那所以我想我具体的还是 这是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一环 就是这些社区健身房 对这些身心障碍父母 身心障碍者 拿身心障碍卡的父母 来说呢 我们提供一个免费的政策 那当然其他的族群也会有优惠 也会有优惠 但我觉得这可以弹性的来制定 对于银法族 对于长辈 对于其他的群体 有希望我们提供优惠的 我们也可以考虑 但是我只是先丢出一样来 那这只是一样 并不是唯一的一样 所以也请不要大家说 小爱爸爸只关心身心障碍者的family 其他都不关心 我们不是这样 但是我先提一个我自己的经验 然后我自己想要关心的这个领域 但其他的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记者黄日生基隆报道